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陀螺 那我们这次画下一个吧 好吧 下一个画个哪一个呢 像 这个吧 干脆画这个吧 好吧 呃 这个的话就行 那一个就对 我们开始 嗯 呀 打开我们双UVS 然后呢 就一个顶视图 对吧 那顶视图的时候 我们就一个看一下 对 对哦 正圆星星 那就点一下这个工具啊 然后呢 对画个图圆形 那图圆形的话 我们反正就是看下这里 对 应该正常的话 应该20吧 我估计 我不想它太大 这样子 呃 这边的话 我觉得50会不会太大一个指线图 啊 行吧 反 这样子吧 然后再下来 我们要画一个圆 啊 我们要一个 哎 推出一下草图 推出完以后 我们选一下这个 然后就 好球加8 空加8以后 对 呃 这里 对 选一下那个又是 然后点个圆 这个圆呢 我们可能尺寸不用太大 可能就 就 上毫米我出一点吧 可以吧 出一点感觉比较扎实比较结实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另外一个功能了 对啊 spread 然后啊 先选那个口径再选路径啊 哎 你看啊 这就完成了 对 那这样子一个小圈完成了 但是明显是 嗯 不太像 这是事实 这明显不太像啊 那我们再可能需要再改改 哦 失误吧 那边卡着点楼 ok 啊 这次下一点了 好 那这时候这个东西 我们就 control 下 我们选一下那个top real ctrl 加8 ctrl 加8以后 我们顺帮 把这几个小圆球给画了吧 那圆球的话 应该是个圆环吧 先啊 我们就 看一下 要在一个top real 我们画的圆 这个地方吗 差不多 然后呢 就是 这个大概是这个位置吧 我这么看 哦 哦 呃 差不多这样 那这时候 我们需要给他雕塑一下 哎 雕塑不了吗 起 哎 再来一遍 那首先 这样子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5 呃 尺寸就是给他一个距离啊 这里的话 我们给20 这个尺寸 我们给他一个8 可以吧 大一点吧 或者 还是不要6吧 ok 那我们这时候搞定了 对吧 那搞定了以后 我们先要画一个 也是要这样子导 那这时候 顺便 我们就要学个新的一个一个功能 一个 呃 就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什么 这个 就是一个基础面 那新的基础面 通常我们怎么去参考的 对 那我们肯定先选一个 第一个参考面 我们肯定选一个 rightsview 对吧 rightsview以后 然后选第二个 然后我们选这个这个这个位置 对 选这个点啊 防着有个点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点打勾啊 这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基础面了 好 那有这个基础面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通门模式给打开 打开以后 我看一下 哦 他这边好像都是3啊 都3 那就3吧 没问题 都是3 那我们我这里就一样是给他一个3 可以吧 对 反正还是一个3 那还是ok 那 这时候调回去本来那个模式 一样 我们用那个swept 哦好 我又选反了 看来那个习惯了 那个什么vino的那个操作模式 呃 不太能反过来 好 那个你看到 哎 现在可以了吧 应该可以了可以了 那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圆了 对吧 有这个圆以后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部分 宽触加8 对吧 呃 一样打开这个虚线的模式 打开以后呢 对 反正就 这个地方 再画一个那个半圆形啊 反正就一样 这个半圆 半圆形的话 这次我们可以弄大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好 我想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两个东西多 这两个我通常有时候会设定一个这样子点看看 反正这两个就是我那个圆吗 对吧 啊 74.5 好吧 啊 那一个就 就还是一样 虽然把这边给那个 画个半圆形啊 把多元的给剪掉 剪掉以后 那我们需要设定好这个 那我们给他个6 大点 啊 然后这个部分 圆形 对吧 跟 我们需要那个画个结构线啊 因为这样子给他一个中分的一个结构线 对 为什么呢 对 就是这个点 我们需要给他那个 啊 constant 就是那 constant 就那一个平行啊 呃 平行以后应该不是平行吧 反正同样的错了啊 那个跟下半有点累 啊 再下来就这样子 这些都完成了 那我们一样旋转 然后不是light2 我们选择这个light1 然后 light1 然后这样子 ok 哎 你看到 这个其实就出来了 这样子看 能看到吧 那这个现在看啊 我们这里这个面是这里是打叉的 他这里是有点盖过去 那肯定就这个更大一点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就说我们 意味着我们这几个有些线我们都要去调整了 那首先就是 这个小圆啊 小圆我们不是三 那我们肯定给他大一点 3.2 啊 我再看看啊 你们可啊 对这样子3.2 他那个是很刚刚好 那是3.1吧 因为有时候没有那个圆数值就变成很那个 ok 这样子像样的 然后这个圆啊 明显就不够大 那我们我们肯定还是要再大一点啊 这个我们再改改 嗯 嗯 改改的话 就是这个六 那我们就不要改七 啊 七应该可以啊 啊 这样想多了啊 应该是6.5了 乌上这样子吧 嗯 那一个好 那一个这个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有了对吧 那已经有了以后 那就看来有一个地方我需要修改一下的 因为他这里还需要一个啊不用 然后这里我们现在就完成了对吧 那完成了以后一二三那这些三个 那也就说我们还把这个东西给解决了对吧 那还是这样子 那就说找一个六个六个对那行那还是要改 好那个首先我们这里要改一个东西是什么 不要对不要把它那个match result 啊看一下不要match result 看一下哪里选啊 哎我们回来先把那个 啊 这先把那个流程给还回来 然后match result对先拉回来 然后也不要然后再下一步 ok 好那个我们也是一样不要match result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三个body了对吧 那三个body我们首先选这两个insert 然后那个feature feature combine 那这两个我们选了 然后add 这两个就放在一起吧 反正就是对不是也不是comment 那就add ok ok reserve 诶等一下啊 很抱歉 诶 还是再来一遍 feature 然后combine 诶他这个有个感套号我看一下是哪一处问题啊 呃这里也没有问题哦明白明白 那就动了动了这个线 嗯 没了好就这样子 好ok这样子 然后我们下来 这一个还是把它那个给组合一起 呃还是一样先把啊先把多月的东西就 取消免得要选错东西了 因为saurus那个有时候就是会卡壳 这个呃不是saurus我们选了feature combine combine以后我们选那个body to combine 那body我们肯定就这里 第一个第二个哎不是这个不是哎 这个才对啊 combine and 对那这时候我们只有两个body了看到了吧 combine to这就是说我们两个body他是在一起的 能懂吧 combine to以后然后这时候我们选择这个body combine to以后 选择了以后我们选择这个环境阵列 环境阵列以后我们选择一个对这个 呃选择一个怎么啊不行还是还是要那个topview 啊不是那个top 他我们在这里我们重新定一个sketch 对在这里我要给他加个点做一个一个定啊 或者一个圆形给他做一个定位去爬这样这个情况啊 就是反正一个参考一个参考的东西吧 啊再下来我们给他一个环境阵列 环境阵列呢我们选择的一个参考的是这个 呃这这两个feature对吧 然后这时候选择一个圆啊 6 6个然后再选择一个啊我们不是feature我们是我们是body 对这个combine to 然后选择一下这个圆形 呃不能背那个吗 啊 这样子那试一下这个线 嗯 嗯 360个啊 啊 wrap body 还是选择他 然后正中心ok 难道还是要那个结构线 那试一下结构线吧 pd sketch 啊直接选一根直线工具 呃对方就知道就可以了 ok 先这样子就可以了 呃然后下来我们选择一个再来一遍 环境阵列我们选择body 再选择这根线 啊可以了 ok 好这次是要这个线那没办法那就这样子呗 然后这时候这个环境阵列把我看一下 呃一口给ok 心没问题 那然后我们再选这个 这个就combine to 我们一样然后给他再选择一遍 选择完一遍以后就我们选择body 我们要不要feature 我想要控制实体多一点不太喜欢说控制那个步骤啊 然后这时候不是三个是六个改一下啊 哎你看到所有东西就完成了 那这时候所有东西我们该怎么去组合呢 对就这样子 嗯 就这样子我看一下啊啊对in search feature 他今天做脑袋不是很好是非常抱歉 如果说做的真的不太好的话啊 这里到然后按去全选啊你看这直接全选上然后at 你刚说的就直接就是完成了这样子 我开我我回去看一下啊对反正这个三角形 呃不是很像啊这个不要怪我啊 然后在你说这个面是接的啊不要在这个细节好吧 行然后这个倒角啊你们自己倒吧可以吧 然后再下来我们就需要 这里给他弄个圆环吧可以吧 然后对上一个视频我忘记给大家做那个 这个组件了然后这一次我会补一补 因为我通常画的文件我我都会上吊 然后就对我懒得再画一遍了对非常抱歉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这一次对啊还是跟这条线相切吧 对看一下能不能这条线选上哎可以可以 相切ok那一个相切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圆啊 再来一个圆反正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是不是这么做真的真的不确定 但是啊需要这个东西去表达那个sandy这个情况 然后feature然后对加法加法我们这次选择一个双向拉伸 嗯呃那一个双向拉伸是那个呃 不是那一个哦呀两边的双向不是有个bove吗 行吗没事那就这样子吧啊还是三吧 呃三 三 啊 一点 行双向 那就双向1.5吧 可以那就ok那 好这样子一个内建我们算是已经完成了 那这里反正就有点丑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我们不用很担心 那我也会先这次先把这个储存 啊然后剩下就中间这个中间这个那就很简单咯 大家都懂我怎么画了 反而两个指线图罗里面这是多人看得到啊 我一次是用一个正常的一个布尔拉伸 这布尔交一个是正常不是一个是用正常拉伸方法来画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用路轨这样子的话让你们感受一下两套就是反正就拉伸呃旋转还有一个是那个这个loft house 就尽量让你们感受到不同的功能吧 主要是想就这个原因就这个就穿就想做这个而已别的都画到哎 这个我们点一下宽球吧 但是哎这 呃我们点一下宽球吧啊回来一下 这个线已经有点乱了其实啊 然后我们点一下sketch 一样然后从中方这里的话我们一样去啊 反圆角再加一个什么对吧没问题 哎一样给他画一个反圆角啊 这个三点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去调一下他这个的一个对三点啊有点有无能词啊行 那再下来把这个边点画一下可以吧 编字圆了不太确定呃 画个方的吧呃 画个方的然后就直接给他那个给 加上去就好 对呃 行这样 啊 哦这样子 就看一下哦 嗯哼 这里这个圆在这等一下空球 空球吧 我还是要把这个线给画一下 因为不太好找那个线 那就这一个圆我们选一下 再跟这根线我们选一个 应该怎么去选 Consident对 然后呢 这两个我看他怎么贴痕 你碰不是你碰 有时候逻辑性我搞的不是很清楚啊 嗯 看下来能不能把它说是比较难的 这个就是说你要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是有难度的 啊不对这个我可以这样子 我回去这里一下 这个的词我们我回去一下啊 我刚掉了点了空中塞了怪怪不得了 OK 可以那就这个面跟这个OK 那我们回来回来一下这个草图啊 这个草图反正就哎 好回来这个草图 草图我看下跟这个面他能不能做一个Tangent好像也不行啊 看了怎么这样子就简单方法啊 回来这里草图 回来这里草图 我通常不太想用这种白痴方吧 OK 啊对就这个地方然后选啊十二星 又是啊可以那就没问题了 等一下草图啊然后最终现在十二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也是六咯 所以才说啊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你们懂了吧 啊然后这个东地方我们找我们刚刚上下一点我那也就说这是这里要多少三没错 就是只要三那我们给他一个 呃三对三就可以了啊对因为他对因为边这个边是比较高的刚刚一开始画的时候对没错没错 我当时我画错了好那个再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给 对把这个边给画一下 对这个部分好啊然后再下来画个中心走中心走的时候啊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固定固定套路操作啊你们都懂的 你们也会啊再下来这个地方可能就啊 或许我也不管了真的啊 这里的话就一 呃再下来这个角度我想他是90加速度就是135 135的加这个角度啊再下来的话这个 这个的长度我觉得90吧反而来个好看点数字对 嗯再下来就这根线他跟这个他反正就对 哦看一下他的终点了我想找一下这个啊这个终点跟这段线对反而就是 你过对这样子就ok了那算是比较完完整的啊然后再下来就是差的就这个啊外围的一个数字对吧哎 你外围的数字那就我们就给他一个这样子数吧 叫 八吧可以吧那给他一个八然后这条线跟其他像我我先给他个tension ok那反正这个看我自己看都不太像的这个很坦诚告诉大家的啊嗯这个改改吧六 啊六块六块像一点啊好然后再下来这时候我画的差不多了那就再做要干嘛对这几条线我们把把镜像一下 所以现在已经买了什么好 哈哈嗯 Jagarian 哪有人了 Ninja 那我现在还可以再iste 可以 STE or 这个一个只可 然后最费用把镜像箱的这一根冬额 啊 等一下 我merge result 不要merge 啊 对 选择这个 啊 这个啊 跟他这个啊 这点差 我这个圈明显小 他这个大很多啊 好 那个不要在这细节 那我们这时候就储存一下先 好了 那现在换完这两个以后 那我们该做事情就是 之前跟你们说的一个组合键啊 上一期忘了真的很抱歉啊 因为最近比较忙 这样子一个情况 啊 对 然后首先看到两个body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用body 原因就在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啊 这就这手右键啊 然后 you search into new parts 然后这时候点一下这个地方啊 我选我可能就pass one 然后就pass one 我我随便不要啊 因为算是我一开始已经教过你们说东西 你们要分好文件 不然到时候忘了啊 然后打勾 啊 反正我改名字了哈 那你看到 哎 sorry 你看了哈欠能能看到吧 那这时候关掉 再来第二个 那是那个录屏软件啊 你们喜欢可以使用啊 对 然后再参考一下他名字 然后b 然后再打勾 啊 这时候你看哎 整个件其实这样了 那很多时候通常怎么画的呢 哎 对 当然这里就没有不做 这这肯定了 当然正常不会那样子 但是呢 平常如果是说你想你一个part 就是我平常就是这样子part 对吧 这么画画一个 你有时候很多数字上面 你很难估算 所以通常都会一个画好 那现在这样子就完成了 对吧 那就我们试下asambi 这是我们第一次用啊 然后这些我们先把它关掉吧 可以吧 多余的 C4啊 反正就是什么没事 然后这时候这个是asambi 你看到界面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insert component啊 反正都行啊 你可以自己那个导也可以 然后我们可能随便先认一个进去 那你看 那这个的话他就默认定位就是00点了 能懂我意思吧 对 就是00点 那这时候我们再把第二个文件给人对 你可以反而一直一直这样子拖 然后这时候 哎 这个不能 能这样子动对 但好像对不准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对准呢 对 还是一样给他一个关系 我们选择这个mate mate是一个好吃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这块面 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选择一块面 再选择了第二块这里里面啊 你看 然后打勾啊 你看到他就对准了 能能懂吧 就是说你要找到他的一个逻辑关系 就是说我这里是圆形 那我这边的话 我再找这边这个圆形啊 你看他这种就贴合了 ok 打勾啊 你看这个就ok了 这样子 其实他就可以 哎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组合键组合键了 那这时候我重新再来一遍asambi 我反过来 我先进b 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 反正就是你有那个逻辑键 就是反正你逻辑性能对好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soniverse 那这时候就变成说对 第一个永远不能动 永远就是说他就是这样子 那这时候我们这样子先对里面来个吧 这次你看a 忘记点mate 当然你看到这里有很多关系 反正你们可以自己去玩啊 这个组合键东西我就不不想去讲那么多了 因为 这个东西其实也挺脑残的 挺简单的 你看打勾啊 这时候可以怎么样 你看对就可以旋转了 能懂吧 就是说很多机械结构逻辑关系就这样子设定出来的 对 那如果在动漫里面做是不是更突选 但当然了 动漫突选很多啊 动漫很多就算动作了 就没办法说这样子一个逻辑呢 然后他自动跟着你走 你看可以赚 喜欢的可以自己慢慢玩 对的 好 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后面的视频会尽快补完 好的 那个谢谢大家